康舵大雨中 自強路出現積水 轎車經過 可得小心翼翼 以防的實錯分析 水位暴漲 一早離港就到場巡視 就怕路面再度積水 上一次淹水後 有跟那個四五水利科有來看過 那原來是這個疑案沒有打動 有打動 現在就是先打動 看路面的鮮切的情形 但是我現在看 現場看已經 河岸的水已經快滿出來了 鏡頭來到安樂居 自強隧道前安樂路二段 因為大雨不斷 雨水從山壁學習而下 流到道路上 海水溝海水不及 造成人行道可能瀑布 一早基隆災害移變中心二級開設 市長謝國良親自坐鎮 密切掌握各區裡零星積水狀況 清淤清溝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只要有積水不退 我們就會馬上去了解實際的情況 那我們也不敢說 退的速度快不快 這個還是要民眾自己的感覺 不過我們都很注意民眾也好 社群也好 1999也好 回報回來的實際的情形 這樣子 那我們會隨時注意 然後把我們的水溝都清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也會 時時去做一些調整跟修正 如果有些災情我們就立即的去處理 盡快恢復正常 過去12小時 就用部分地區 累積雨量超過220毫米 還有地區接近200毫米 部分地區傳出積水 對民眾關心放假問題 市長謝國良親自說明 原則上我們吉北北陶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就是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宣布 那如果局部降雨 像上次我們有碰到一些特殊情形 那或許才會在當下會再做另外的考量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以尤其現在的雨量到明天的情況 應該還是會跟吉北北陶的首長 來共同做一個共同的決策 目前看來我們並沒有這個可能會獨立做決策 尤其是今天到明天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並沒有所謂要單獨做決策的 目前的這樣一個計劃 隨後市長謝國良又趕往中山區山林送進會堪 社區在山土耳颱風過境時 後方山坡地發生了土石灘坊 24號大雨不斷又雨水衝到民眾家中 就用所前往堆制沙包引導水流並進行抽水工作 山土耳颱風的時候就有一些土石流 那今天因為下雨又淹水 那我們是也初步判定說 其實這個土地的所有權能依法是有隨地保持的意義 而且在颱風的時候我們是救急 所以協助了這邊的居民 跟這個土地所有權能 來處理這個水土保持的事情 但是這水土保持是土地所有權能很重要 自己擁有土地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明 不論是國有或者是民間 這都是土地所有權能要認真面對的 所以我們也會積極跟強烈的要求 我們的土地所有權能要負起公有的責任 市府的救災跟協助都不會監端 但是責任大家要共同的來分開 所以也有其他身份單位要更多一些責任 不需要來共同接種 金融大野不斷各地栓傳出了明星的汽水 但首先金水不見退去 沒有造成嚴重災水 記者黃少民共爆發 謝謝大家